哈喽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来到阿维马克兔 今天要来介绍地错中的三大处女神之一 阿提密斯 阿提密斯并不是在地错原作小说中登场的角色 她是2019年由原作者大森藤野创作的 剧场版原创故事 地错猎户座之剑的女主角 在上期赫斯提亚的影片中 我们有提到她的人气也非常的高 而且虽说不在原作小说中登场 但地位也肯定是女主没错了 阿提密斯是掌管贞杰的女神 她领导的阿提密斯卷族 在迷宫都市欧拉利外进行狩猎怪物的活动 阿提密斯也曾是主角贝尔所隶属的 赫斯提亚卷族的自由 在天界时 她与赫斯提亚·雅典娜并称为三大处女神 同时她还是一位擅长使用弓箭与匕首的能手 尽管身为神明 她依然与卷族们一起奋斗在前线 说到阿提密斯的性格 一句话概括就是反对恋爱 在众多神明中 她的性格相当正派 尤其对男女关系十分严格 她的防备心很强 除女神外没有任何人见过她的裸体 她曾一网打尽那些试图偷窥她的神明 包括和密斯 称他们为不知羞耻的猪 即便如此 阿提密斯坚毅的性格 还是吸引了不少有意思的男神 因此阿提密斯经常被极度心强的 美之女神阿弗罗黛蒂找查 作为回忌 阿提密斯也用弓箭射击阿弗罗黛蒂的屁股 同作为处女神 和那个胸前系着袋子的大部一样 后来的阿提密斯和赫斯提亚重逢时 性格似乎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是为什么呢 在此之前 让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阿提密斯卷族 阿提密斯卷族主要在欧拉利外猎杀怪物 成员全是女性 大约有20人 相比在欧拉利地下城中探索的卷族 城外的卷族通常实力较弱 但阿提密斯卷族因为长期狩猎怪物 加之阿提密斯也亲自参战 所以拥有大量等级2-3的第二级冒险者 他们曾受到由军神阿瑞斯担任主神的拉几亚王国的威胁 但他们与王国骑士团交战并轻松击退了敌人 卷族成员全员女性 这也反映了阿提密斯的个性吧 也就是前文提到的阿提密斯卷族禁止男女交往 顺便提一下 由于阿提密斯卷族的宗旨是猎杀世界各地的怪物 因此他们并没有固定的据点 关于阿斯特雷亚卷族的成员 目前并没有太多详细信息 卷族的团长是人类女性列特沙 然而他的等级或能力值并未公开 在地错手游三周年活动《阿斯特雷亚记事》的小说版中 描绘了阿斯特雷亚卷族在死亡的7日期间 与欧拉利的犯罪卷族组织暗黑派系展开了全面战争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高层战斗中 列特沙带领阿提密亚卷族成员不眠不休地赶路 最终在战争的最后一天抵达迷宫都市欧拉利 与阿提密斯一起向暗黑派系的战斗员发起进攻 远程支援欧拉利的冒险者们 除他之外 目前确认有一位名叫兰提的成员 但仅知道名字而已 据说兰提小时候被遗弃在家中被阿提密斯收养 由于卷族内没有男性成员 他一直非常仰慕阿提密斯 似乎对恋爱怀有憧憬 甚至在街上 对捡起掉在地上的苹果的男性产生了心动的感觉 他希望阿提密斯能够理解爱情的美妙和温暖 想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真的让人想哭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阿提密斯在作品中的活跃表现吧 现在记得准备好纸巾擦眼泪了 阿提密斯的经历是个沉重的故事 事情的起因是在欧拉利的神乐记上 和米斯提出了一个活动 谁能拔出插在台座上的长枪 就能获得豪华世界观旅行作为礼物 最终 这把长枪被贝尔成功拔出 阿提密斯便称他为俄里翁 并向他委托了一个任务 前往大陆尽头的埃尔索斯遗迹 讨伐被古代大精灵封印的怪物 安塔瑞斯 和米斯所谓的世界环游旅行 其实就是这个讨伐安塔瑞斯的任务 而且 贝尔拔出的那把长枪叫做猎户座之师 是天界众神制作的神创武器 只有拥有纯洁白镜之魂的人才能拔出它 因此 被弗雷亚认证过的拥有纯洁灵魂的贝尔 成功拔出了这把长枪 不过 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 与赫斯提亚重逢后的阿提密斯性格大变 他对贝尔表现得十分亲密 甚至会主动拥抱它 对赫斯提亚和贝尔的好感 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和以往严肃对待男女关系的态度截然不同 在前往埃尔索斯遗迹的途中 阿提密斯将所有食物分给了被怪物袭击的母子 导致贝尔一行陷入食物短缺的窘境 结果 赫斯提亚卷族的宣传担当莉莉生气地责备了阿提密斯 阿提密斯只好跪地道歉 这么大的变化 这真的是他吗 赫斯提亚也提到 你虽然是阿提密斯 但又不像是阿提密斯 到了埃尔索斯遗迹后 贝尔等人与事先监视遗弃的 和米斯卷族团长亚斯菲 以及欧拉利人气酒馆丰饶的女主人中的员工 第二级冒险者刘慧和 在清理周围的怪物后 他们开始录音 然而 和米斯再度试图偷窥女神洗澡 却被轻易逮捕 但贝尔因和米斯的计策而与他人分开行动 最终只有他一人成功找到阿提密斯 在与阿提密斯交谈时 两人谈到了贝尔和赫斯提亚的关系 但贝尔也表示 他一定会守护阿提密斯 贝尔说自己的愿望是 我想让大家都能绽放笑容 成为能救助大家的英雄 对此 阿提密斯回忆起蓝提的话 恋爱是美好的 并提到下凡的神明能享受一万年的恋爱 之后 阿提密斯对贝尔的陪伴表示了感激之亲 接下来 在埃尔索斯遗迹中 与安塔瑞斯对峙时 贝尔一行发现了惊人的事实 原来真正的阿提密斯早已被安塔瑞斯吞噬 魂魄和大部分力量都被夺揍 阿提密斯卷族在调查一记异常时 被安塔瑞斯全灭 就在被吞噬的最后一刻 阿提密斯用尽最后的力量 召唤出能杀死神明的武器 猎户座之师 因此 贝尔等人身边的阿提密斯 实际上是依附在猎户座之师上的残影 而真正的阿提密斯 被封印在安塔瑞斯体内的结晶中 阿提密斯性格的变化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此外 安塔瑞斯利用阿提密斯的神之力 在天空中展开了无数如弯跃般的魔法阵 阿提密斯之师准备发射 受其影响 欧拉利的地下城内的怪物开始暴动 涌向地上 形成了异常状况 如果阿提密斯之师真的发射了 后果将不堪设想 阿提密斯之师被称为天界最强 连全欧拉利的神明联手都无法阻挡 拯救世界的唯一方法 就是用猎户座之师贯穿被安瑞斯塔吞噬的阿提密斯 令他彻底消亡 能够做到这一切的 正是被猎户座之师选中的贝尔 贝尔得知这个事实后十分震惊 亚斯菲责怪了对此一直隐瞒的和密斯 贝尔明明说过要保护阿提密斯 没想到却不得不亲手结束他的生命 在失落中 贝尔自暴自弃地重向安瑞斯塔 试图攻击他 为了保护贝尔 一副在猎户座之师上的阿提密斯残饮挡在他面前 最终消失了 深受打击的贝尔听到了赫斯提亚含泪的恳求 请救救阿提密斯 赫斯提亚早已察觉到阿提密斯的情况 并挣扎于要不要丢弃猎户座之师 听到赫斯提亚的请求 贝尔决心已定 拿起猎户座之师 发动了通过消耗体力和精神力 以提升必杀技威力的技能 英雄愿望 加上阿提密斯最后的光辉的加护 贝尔用尽全力投掷猎户座之师 将安塔瑞斯重创 显露出缝引阿提密斯的结晶 贝尔随即拿出神之匕首 带着泪水的吼叫 刺入了阿提密斯的心脏 就在那一瞬间 贝尔和阿提密斯进行了最后的对话 神死去后会重生 但或许会需要一万年的时间 所以下次再见时 就让我去享受一万年的恋爱吧 贝尔 不是厄里翁 而是贝尔 他叫出了贝尔的名字 地下城的暴走终于平息 阿提密斯之剑也消散了 贝尔成功拯救了一个女孩 此后贝尔更加坚定了 要变得强大的愿望 这就是关于阿提密斯的故事结局 但其实还有一点后续 看来故事还有后续 在电影上映后不久 地措手游中也加入了 剧场版《猎户座之师》的大冒险剧情 玩家可以重温电影的故事情节 同时还有额外的序章和尾声 甚至还加入了作为电影特点的短篇小说 《One Love》 原创新序章《远之前奏曲》 讲述了阿提密斯卷族的往事 讲述了蓝提对阿提密斯表达 希望他去了解恋爱的故事 甚至卷族团长列特莎 也持肯定态度 希望阿提密斯能尝试改变 于是阿提密斯也不禁低声自问 作为不变的神的我 真的能够改变吗 听着伙伴们的话语 他开始觉得 恋爱或许真的是一件珍贵的事情 这也为之后阿提密斯与贝尔的故事 埋下了伏笔 而尾声则设定在一万年后 阿提密斯作为新一代的真洁女神重生 通常她会在天界之海重生 但这次却直接在夏界诞生 随后在赫斯提亚的引导下 阿提密斯与贝尔重逢 贝尔迎接她到 欢迎回家 阿提密斯 阿提密斯微笑着回应 那么来体验一万年份的恋爱吧 猎户座之师就此落下了帷幕 另外的追加章节玩Love中 曾经常常戏弄阿提密斯的爱之女神 阿富罗黛蒂 即使屁股被阿提密斯射了一箭 却还坚持说 爱是让万物充满生命光辉的力量 在阿富罗黛蒂看来 阿提密斯不懂爱 甚至连恋爱都未曾体验过 简直像个未成熟的孩子 因此 她和兰提一样 希望阿提密斯能领略到恋爱的美妙 在得知阿提密斯的最终结局后 阿富罗黛蒂留下了悲伤的泪水 接着在地措手游版的原创尾声中 故事则从贝尔的视角展开 望着月亮想起阿提密斯时 贝尔的亲母之人艾斯坦出现了 贝尔对艾斯说 自己立下了一个约定 艾斯为了挽留贝尔和贝尔约定 一起去买炸鼠球 随后艾斯向着月亮说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在同一片天空下 愿你微笑 直到我们重逢之日 在地措手游四周年纪念活动 卢神的圣火殿中 阿提密斯再次出现在贝尔面前 也就是之前影片提到的那个画面 这部卢神的圣火殿 被大三老师称为 猎户座之师完结篇 具体故事内容可以一部内置影片 这里补充一下一些细节 贝尔在绝境中与阿提密斯重逢 然而他内心充满疑惑 在阿提密斯的引导下 贝尔决定称呼他为艾尔匹斯 艾尔匹斯虽然外表和阿提密斯相同 却仿佛旁观者一般 甚至了解只有贝尔知晓的冒险细节 其实 艾尔匹斯并非阿提密斯本尊 是赫斯提亚匕首 匕首内被注入了阿提密斯遗留的意志 在卢神的圣火殿中 显现的阿提密斯正是 匕首具现化的残留意念 引导贝尔并拯救危在旦夕的他 于是贝尔手握赫斯提亚匕首 为了阻止奥林匹亚的灾难 勇敢奋战 也就是说 阿提密斯这次是贝尔的救赎者 以上就是关于帝错中 悲情英雄阿提密斯的故事 话说回来 帝错里明确死亡的女主角 阿提密斯好像是唯一的一个 神明通常是不会死的 但猎户座之师被定义为 能够杀死神明的武器 在结合帝错尾声中 阿提密斯重生的描写 可以确定他的确经历了死亡 不过即便如此 算上附加的尾声 这个结局 也算是完美的幸福结局吧 这也正是帝错如此引人入胜 构思精巧的原因 好了 今天暂时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 这里有更多精彩内容 也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欢迎留言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